旧金山学区周二举行了选举 罢免了三位学区董事会的成员 这不仅是事关很多旧金山华裔家长和他们的孩子 那因为牵涉疫情期间关学校 以及对历史人物除民这样的一些争议话题 更是被视为一次对于民主党人 尤其是激进派民主党人的警醒 要说旧金山学区呢 是覆盖了旧金山从pre-k到12年级的130座公立学校 从学生族裔来看 有三分之一都是亚裔 是人数最多的少数族裔 所以说学区政策的一举一动 都和当地的亚裔家庭密不可分 在疫情期间 学区董事会引来的最大的不满 就来自于疫情初期 当家长们都在关注学校什么时候复课 还在为孩子的教育发愁的时候 学区董事会却在推动学区三分之一的学校的改名计划 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名字 纪念了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而这些历史人物曾经涉及蓄奴 压迫女性 阻碍民主自由的进程等等 这个名单里面是包括了 美国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 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菲逊 还有废除美国奴隶制的林肯 抹去名字推导雕像 一度是出现在全美政治正确的浪潮当中 不少地方都在重新审视这些历史人物 出现了所谓的cancel culture 就是说只要有污点 这个历史人物就不值得纪念 不论他曾经做过什么样的贡献 一时间历史人物的道德标杆 是被拔得无限高 诚然客观看待历史人物也没有错 历史不能够被遗忘被曲解 但是这个重新评估的过程 其实却没有那么简单的 比如说林肯 关于他下令处死38个土著名的历史细节 其实也是在不断完善 看完之后想要怎么评价这个历史人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我们在这里就这一点先不展开讲 那旧金山的家长们愤怒的是 这显然不是他们当下关心的当务之急 投入到那么多的资源去改名 这个事值得吗 学区委员会自己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说未来可能没有那么多精力 应对出现的大量诉讼 所以说会等到学生都返校之后 重新考虑这件事情 但是现在家长们直接用选票告诉了他们答案 这是旧金山学区40年来 头一次动用投票罢免董事会成员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可能也是一些亚裔家长投票罢免的原因 那就是去年2月份旧金山学区董事会 投票改变了旧金山排名第一的公立高中 Lowell的入学方式 过去呢这个学校是按照综合成绩择优录取 那现在他们想要改成用抽签的方式 这显然对于成绩好的亚裔学生不利 在纽约之前也出现过特殊高中录取改革的声浪 背后的逻辑呢 其实都是在教育领域扩大平权 当时也是引发了对于亚裔的反向歧视的一场辩论 那现在至少在旧金山 以亚裔家长为主的力量正在用选票发出声音